我覺得他是一個前輩 然後後來其實也有什麼很大的感情 那Next Table 在當時的群人滿足十四的 上載人率 IE也投資出來 所以造就了第一次的 所謂第一次的瀏覽性大戰 第一次瀏覽性大戰是1960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也有經歷過 那至少 如果你跟我們一起差不多 那你應該都知道 當時在寫我給人生很痛苦 當時寫我給人生很痛苦 因為兩個表演器 他們兩個表演器為了進展啊 所以去推出一大堆 他們自己專屬的標籤 為了要做一些效果 比如說散碩啊 比如說後來是這個 Done Layer 然後後來還有什麼BG BG Music BG唱的那些 他們自己專屬的標籤 那他們都因為有一件事情 其實當時就已經有 HTML好像也有一個書在 不是有一個高級的在 那如果為了通過商場的計程 所以也要用自己家的 感覺好像比較好的標籤 來讓我們設計師使用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說 你受過的治理師 你寫一個功能 A功能出來的時候 你又去顧出來 B不知道看得到他們到 那你寫一個B功能出來的時候 又要顧 A一段看得到他們到 那當時很痛苦 就是 那些紅色都會有些 如果 因為這麼痛苦 所以我們就會看 在德國裡面做事情 這是很合理的 那當時的在德國裡面 DG的熱門的時候 Nescape還有87 80% 然後A1有12% 所以感覺起來 好像像Nescape還是蠻強的 還是蠻強的 但是 這個事情是 在1965的時候 得一年 這方式就已經開始 那一年 那一年 得一年的時候 Nescape只剩68 A1 那一年 158 再得一年 Nescape只剩64 A1 A1在這時候 已經佔了三成多了 那我們知道 這個時候 兩家商業公司 他們之所以分出 不同的技術 就是為了要競爭 那他們競爭的手段 是不理 所謂的網路標準 不理當時H&M的標準 就是開發自己的 開發自己的勢力 來讓我們這些網路標準 是很痛苦 然後 希望黑的車窗去 募移這些 那事情 在後來 年空運下 Nescape之後 年空運下 1999年的時候 2月 Nescape 勝3 但是A1 終於超越了 這時候 那當時 其實 各位知道說 就是 1999片 它附近的時候 Ie 開始綁進 一個什麼 所以這就是 一個大部分 那 而且在 台灣的市場來講 大部分的使用者 的狀態 他就用 原先的那個 軟體就好了 那 Ie 當時Ie 3 Ie 4 的確是個 不錯的瀏覽器 就當時的標準來講 確是個不錯的瀏覽器 所以使用者 就沒有想法說 我要去換瀏覽器 它沒有去 那 所以這種競爭的狀況 都一直持續下去 一路到 1995 九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 Ie 已經 後來就去上 打敗了 Nescape 那Nescape 當時他這樣子 他其實蠻不開心的 因為作為一個商業公司 本來 先被逼到要免費的方式 是不是也強 因為Ie免費 所以他先被逼到 要免費的方式 是不是也強 然後後來在 1998年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說 啊事情真的 很難做 我在這樣 台灣運氣是沒有 沒有一定的能力 那所以他 當時下一個 算蠻大的決定 就在1998年之後 成立了 資料 project 我現在當時是 Nescape 底下一個專案 那他的工作是把 Nescape 原來的程式碼 我們說原始碼 好 我們一般來講 程式是用 呃 程式緣寫成的 但那個程式緣 在最開始的狀態 就是要 程式碼 它裡面包含 很多的邏輯 所以到他們的公司 會覺得說話 這是一個經歷 因為我的邏輯 可能是一個 智慧上的 可能就是我的經歷 我不願意 遇到這些人的使用 那如果 Nescape 當時一個人說 我要 讓大家來幫忙我 我把我的 Source Code 我把我程式碼 貢獻出來 全世界 那全世界的設計師 有對我這個 柔軟系的專案 有興趣的人就加入 那加入以後 也可以保證 你的程式碼 你寫的程式碼 並不會就被我自己 綁起來 並不會就只成為 所有市場的大家的同行 所以它第一次的方式 成立了 Mothel Project 那把 Nescape 當時在0.8 當時的 5.0 所有程式碼 都貢獻給這個 那不過5.0 基本上 很不堪用 所以 Mothel 後來 大家討論之後 是決定說 把他這個重寫 就是他的 真相提出的重寫 不過 1998年做的事情 並不會在1999年的時候 就 達成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看到說 1999年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 Nescape 1325 然後IE以及177 到200 200 2002年 Mothel Project 終於丟出了 第一個瀏覽器 Mothel Pro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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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Mothel Project Mothel Project Mothel Project 就是在一個時鐘 時鐘使用值 就是想要去的東西 要去的東西 要去的東西 然後就撐出來 3%的使用率 這個其實造成一些問題 你知道 他一家獨大的時候 一家獨大的時候 他最怕的就是 壟斷 那壟斷之後 在瀏覽器市場 壟斷可以幹嘛 為什麼 為什麼瀏覽器 要投資資源 在免費的壟斷器上面 讓大家使用 來壟斷這個市場 那其實說實在 在這個就是商業上的款項 假設非常正確 因為 他當時是看到了瀏覽器之後 我想今天這個時候一樣 成為大家前段 最常碰到的一個界面 你現在打開瀏覽器 它就是你的資訊直創 你可以開始點到 你看自己的Gate 你要上網 你通過瀏覽器 然後 經過瀏覽器 他可以去綁他的服務 他可以綁他做的系統 所以在商業上 反正說實在不要正確 換作你坐在那位置 你會自己決定 所以我自己是 所以他就是 成在於月經去頂禮 他就是 上下檔 就是這樣 不過在這個時候的問題就是 他反而阻礙了 進去 怎麼說呢 那 I1在 I1 4的時候 開始打第一次 就要知道 那 經過了不久 他就去跟他做I1 然後I1 1 然後I1 2 然後I1 6 中間相當的時間 越來越長 那I1 6到I1 7 中間整整 隔了幾年 那為什麼會那麼久 我沒有開發一個新的軟器呢 因為他覺得他不需要 我一定市場的網位 沒有必要再經營 所以那個時候 網絡設計師其實 又陷入到另外一種難怪的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標準是不斷的眼睛的 當時有新的技術 比如說 CSS2 CSS2 CSS3 那個Drop 都出來 出來之後 I1並沒有辦法 好好支援他 所以 當我們網絡設計師 想要用一些比較好的 新功能的時候 欸 為什麼 因為市場的王者 幾近百分之百 那一位王者 他不就一直支援 所以我們看到 他其實有時候 反正阻礙進步 那這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點麻煩 我們不過今天要問說 網絡王公代表 不讓他們美好的過去 那如果在當時 他人來吃一個 聘取之力嗎 他還可以給我們 我們要的東西嗎 至少如果 我必須是事的角度來講 並沒有辦法 因為 我們用很多先例的功能 沒有辦法再愛當時 就這樣就對了 那所以 各位同片太神 真的假的 好 那所以說 摩斯亞的發覺 在後來 他成立的目的 是為了要自由 要網路上面的自由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 不受限的 選擇自喜歡的 我們選擇自喜歡的 游玩器 選用自喜歡的技術 那維持一個良性競爭 來促進 網絡設計這個地方 網絡整個發展 那 後來當然 摩斯亞做得很不錯 所以我們有 Fibox Fibox 現在在很會 大概是大概30 還蠻高的 台灣大概10 多了 還可以 就是關鍵小數 管理小數 那 歐洲的話甚至已經 就是 過一半 就是這會看皮群 這會看皮群 那 我們覺得現在是一個 標準彈虹的時候 所以大家其實都已經認識到 其實是一個標準的選擇 網絡設計師 已經認識到 有一個標準的選擇 只是有的時候 也懶得來 這樣子而已 但是至少我們已經知道了 然後 而且我們那個時候發現說 AE真的多不太多 我叫AE6 AE7 那這個多不太多了 所以網絡設計師 用自己想要的功能 他們開始去選擇 去告訴其他 我說 你可以用柔軟器 可以用柔軟器 那所以就 最近都出現一張 安得去的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 那我有把安分中 我們就讓我們 現場來直接 可以知道 那這個是AE6 他說 欸你為什麼不跟我玩 那就 Sabari 就是Apple的軟器 就跟他說 你回去啦